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 那么今天这个韩国瑜在昨天新北市的造势活动宣称35万人 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这样的数字的意义 对宣积的应用 郭台铭心里又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韩国瑜敢站在台上 这样子讲所谓的彰化著名语言 今天这个马英九在昨天晚上的致辞 今天也闹出非常大的风波 他感到这个非常的生气 那这个所以呢 今天我们要来这个深入的讨论 一共有收钱的名嘴 每天黑他 到底哪一些这个名嘴是收钱 然后再黑韩国瑜的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那今天这个郭台铭据说9月13号要宣布退党 那这个联合报也做了民调 他的胜算到底有多少呢 今天也要来解读 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刘兆豪委员 政治学的教授范世平老师 自身的媒体人钟连晃 还有国民党吵劫的发起人李正浩 以及政治工作者陈琼华 另外是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黄子泽 好 欢迎六位 那么首先我们要来看 赞美韩国瑜 他讲他XX的 来我们放马过来XX蛋里 来我们来看不需要 各位凡是看到抹黑的 还有所谓电视名嘴 绝大多数都是拿黑钱的电视名嘴 要记住 凡是看到拿黑钱的电视名嘴 凡是看到假民调 我在选高雄市长之前 多少民调都说我输啊 每一个在电视上 道貌岸然 不管是阿猫阿狗 全部都说韩国瑜稳败了 假民调满天飞 结果我赢了15万票 所有的抹黑的新闻 韩国瑜吸毒的 韩国瑜包小三的 韩国瑜乱七八糟的 大家学一下 康熙皇帝那句话什么 各位乡亲 各位兄弟姐妹 我真的想讲一句话 我穿白色的衬服 重新出发 所有的黑韩产业 几万人 用火车都拉不完 用高铁都拉不完 我四个字 放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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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民进党 放马过来 再加四个字 林北丹尼 好 放马过来 其实马英九有趣 放过去了 有放过去了 好 下一个 这个 我想先请教一下您 绝大部分 收黑钱的名罪是谁 我觉得这本身 就是一种抹黑 韩国瑜在指责别人 抹黑他的同时 他也在抹黑别人 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 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 我跟李正浩 我跟黄梓泽 我们的意见不见得 每次都相同 但是我从来不会指控说 谁收了黑钱 除非我有证据 你今天你没证没证 你凭什么说绝大多数 他在散避一个法律责任 其实这跟柯文哲一样 柯文哲之前也讲过 今年参与市长今年也说 民嘴都收钱 可以收买 也是暗示在收钱 我觉得你这个本身 这就是一种抹黑 今天从头到尾在黑韩 韩国瑜口中 所谓的黑韩产业链 我认为这个黑韩 最大众的就是韩国瑜自己 从头到尾 请问谁有听过 谁公开指控过 韩国瑜吸毒 没有 我所有听到都 他自己讲的 是他自己在讲 他自己吸毒 然后去指控说 这个谁谁谁 下礼拜要讲我吸毒 这个话已经讲了两个礼拜 请问有人讲过他吸毒吗 我头到看你台上说什么话 我觉得 我有一种很深的感触 就是韩国瑜 请你不要羞辱庶民 为什么我叫他不要羞辱庶民 因为庶民的对比叫权贵 我相信台湾大多数的人 可能超过90%以上的人 都是庶民 我们在座 大家都是庶民 我们也没有什么一官半职 可是呢 我们平常讲话 会不会像他在台上这样子 不会吧 我们不会说 平常是大家 在台湾开港 说话 三句话就问候人家母亲 问候人家奶奶 不会嘛 韩国瑜 你不要把庶民都当作像你 昨天在台上那个表现 那个话 我也不要那么假道学说 那个叫脏话 但是那个话叫做南登大雅之堂的粗话 一个要选总统的人 在台上面对着这么多的群众 我不管你是10万还是35万 你觉得讲这样的话恰当吗 而且你是要选总统的人 我们的总统竞选 从1996年开始民选到现在 今年的选举 我平常听讲 是我看过用字 浅词用字最初熟的一年 这不是我们应该选总统的人 应该有的程度 也难怪 也难怪 我们在之前在讨论这个说 郭台铭对韩国瑜影响的时候 其实 大家忽略一件事 台湾有一部分的人 他是支持国民党 但是他投不下韩国瑜 那 其实韩正宜要找回来 是这些选票 你不要去想去挖 民进党的票 或是挖更多的中间选票 你应该是把你原来 国民党的票 但是他不想投给你韩国瑜 这些人找回来 这些人为什么不想投给你 我相信昨天很多人 看韩国瑜在台上 而且你看他 他讲这个话的时候 其实是笑得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灿烂 意思说 我的感觉 我的解读是说 最正是闷了 这口气 算是有吐吐出来 我吐了一口气 我扬眉吐气 我在这边这么多人 当着这么多人 这个超级大的同温层 我把这个 批评我的人 全部抽马一顿 可是你这样子的语言 只会让更多的中间选民 或是说对你 还没有决定 要不要支持你的一些人 你只会把这些人吓跑而已 那我再请教智泽兄 韩国瑜说 大多数的名嘴都收黑钱 你了解 摸摸良心 了解情况怎么样 我真的毫无所惜 我不晓得到底 有没有名嘴收钱 然后名嘴的态度怎么样 或者说跟他收钱 怎么样的关系 那当然这韩市长 有他自己的感受 你每天都是 几乎都跟所谓的名嘴在一起 我们真的收钱 但是是收通告费 对 除此以外 我真的我不晓得 适合这样讲话吗 不过我同意 假设是这样指控 的确是需要进一步的证据 因为证据才能说服人 那如果是感受 就包含之前讲的 国家机器也是一样 你讲国家机器 那如果你有更进一步的 这个证据拿出来 大家会更认同你的说法 那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部分 未来看是不是有机会 他再提出更多的那个 不过在这里我要补充 就是刚才 刚才讲那个 为什么检验他就是黑他呢 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 就是说现在对于检视 韩市长这个部分 如果是合理的检视 我想大家是可以接受 但是有一些已经超过红线了 刚刚刘少海委员特别有提到 这个都是自爆 哪一个是什么 事实上我觉得这也是偏颇 要我举例来 早一点的蔡崇岸 是不是黑韩国瑜 说韩国有私生子 现在也被起诉了 那在之前说他东吴 是念日间部 人家说他说谎 他是啊 他是念东吴日间部没有错 刘师范委员指控说 今年这个什么高雄投资到现在 零元 怎么可能 高雄师范有拿出资料来 一千八百多亿 苏贞昌说他 讲话满嘴都是酒味 请问苏院长有闻过吗 在最严重的 前一阵子说那个PTT 说他跳楼轻声 这不是黑他吗 那你说有没有自爆了 我不敢说没有 当然还是有 这个平行可能是有 但是黑他的有没有 也是有嘛 所以大家要平衡一点 那当然韩市长就说对于这个部分 可能心有不满 讲了所谓刚才那个什么 他XX的 那坦白一点 要问我的话 我当然觉得不疑 那因为 我说真的 我们私底下都会有一些 发语词 口头禅 那但是如果说在这种场合上 当然能少讲 尽量少讲 不过人会发觉 这个也不是他经常性的语言 你可以说他平常的语言比较庶明 可是他没有常常在讲这些 出口脏话 这也叫帮他那个 但是我会说 那如果大家更 我感觉实际上说 要选总统的人 要给台湾一个好的示范 我们说实际上 就是你讲话要非常的慎重 对 是啦 所以我刚才说不疑啦 不疑啦 我再问你啦 他今天又说这样 韩国瑜自称每天被黑 黑到早上 先走左脚或右脚都会被黑 有吗 我问你有吗 我刚才有举了一些例 那在网路上批评韩国瑜的 你讲得说实际上的 谁黑他先走左脚或先走右脚 所以说对于这些不实的 对他抹黑的指控 他当然心里不舒服 所以他有这样的反应 可以理解啦 陈鸿昌告了吗 陈鸿昌告了吗 陈鸿昌我不晓了 对于这些不晓了吗 嗯 报告了 对于我们因为赖昆成 因为他身材非常的壮硕 所以他自称 自称190我就报告了 然后呢 他啊 贴文章呛韩国瑜说 你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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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昆成馬上引用 說這種江湖語言 自己也很熟悉 我知道 報告你真熟悉 對於韓國瑜日前說要告他一事 賴昆成再放話 好吧 你們吃吃飯等你 好大賣照 不敢告你是臭屎 要求韓國瑜限期提告 直求對決 法院認證 否則必將對你提出 誹謗告訴定分止棒 以證視聽 不好意思 現在是韓國瑜你沒告完 我要告你 被告變原告 韓國瑜不是告賴昆成 怎麼沒有告呢 就這樣子 賴昆的部分 坦白講我比較不清楚 但是陳鴻昌 包含這個 楊舊欣 楊舊欣 這個是明確會告 你講明確會告已經很久了 我就知道 豪一哥要把他撈開 不是 我們要講事實 沒有錯 我這一點不否認 但我收到的訊息還是會告 那就是說 請律師在處理這個事情 那在什麼時間點上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考量 還是說要一併處理 還是要怎麼樣 我不曉得 但是我收到的訊息 的確是會告 那我們來看 因為當時也沒有說 你自己摸摸良心 你講這個事情講多久了 我的瞭解他會告 就是從當時他們講話到現在 是是 沒有錯 其實我 這要告人有這麼 我幫我指責說一下 因為我坦白說 因為韓國瑜確實很多人黑他 可是以韓粉現在的凌結程度 就是其實他是越黑他越紅 不是 我們不管 坦白說是這樣 韓國瑜告不告陳鴻昌 我倒覺得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不要自己一知犯錯 會被黑的那部分 反而是韓正營要檢討 因為我覺得現在有點在討論說 為什麼很多人黑韓國瑜 韓國瑜不去告他 可是其實陳鴻昌或這些人 講話的時候 對韓粉來說是極力作用 可是譬如說韓國瑜去 勘災的時候 登革的跑去爬樹 那水災的時候去聞水喝 日本人來的時候 我們明明就沒有遲到 他說日本人遲到 這些事對韓粉來說 是比較難以承受之重 就是 其實韓國瑜跟一般政治人 我完全是相反的 就是說一般政治人 我很怕被人家抹黑 坦白說韓國瑜不怕 他越抹黑韓粉越堅定 可是韓粉是很怕什麼 韓國瑜自己犯錯 我就犯錯到說 韓粉自己都不知道 怎麼去幫韓國瑜護航 就是你不要爬樹 你不要去咬水喝 日本人來就順順讓他行程過去 其實這件事就是 沒有新聞就是好新聞 平安是福 那韓粉也就開開心心的 度過每一天 可是韓國瑜現在反而是 我覺得他重點有點搞錯 他說一直要去告那些黑他的人 其實沒有 那些講白的 對韓粉來說是加分 反而是韓國瑜要反省 要說我是不是好好重新 去鎖一下自己團隊的螺絲 不要扣分 不要扣分到韓粉都很難幫他 幫他護航 是 大哥我要解釋一下 剛剛那個指責講的 這個招傷的部分 事實上它就是一個數字遊戲 高雄市政府出來了 其實就是把民間的招傷的部分 也放進去 可是今天 游四方委員或者是 綠色陣營出來是說 你市府的招傷 市府主動辦理的招傷 與韓市府起辦的哪幾件 那即使是最近這一件 市府大張旗鼓的特茂山的招傷案 事實上也是在我們前兩三年 市政府陳菊市長的任內 就已經招起的 然後我們知道的 在我們的任內的一些招傷案件 其實到了韓市府上海之後 其實都停辦了 所以我們現在這邊質疑的是說 民間的活力是民間的活力 今天是你市府的行政效率 還有你對這個城市的主張在哪裡 這是一個部分了 民間的活力跟市政府的執政都沒有關係 有關係 第二個部分是有關係 韓先生一直說別人黑他 那都是到最後 但指責一定要捍衛自己的陣營 這我理解 可是我今天要講說 韓先生他黑別人的東西 都是動搖國本的 今天切聽 今天追蹤器 甚至連公文遺失 這絕對絕對絕對是動搖國本的事情 而且是涉及到 對另外一個政治人物的一個指控 在美國這種案件 是直接總統可以下來的 而市長就還安然 準備攻下一個位置 我覺得以後會在政治意識上 你質疑過啊 那你要不要請賴院長出來說明一下 那我想請問 追蹤器切聽案金安在 而且這就涉及到行政機關的調查 而且就涉及到他自己內部的 警察局的部分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賴昆成在臉書又說 有認識或不認識的人就頻頻問我 被韓國瑜告了沒 至於我講個真實性 種種業已造成本人 幾十年來累積的崇高聲望 受到挑戰甚至困擾 再者因為公事繁忙 再加上長官丁寧不要再黑寒了 那為什麼他不要再黑寒了 說怕因為韓國瑜選下去被換掉 而讓這場選戰失聲不少 要我少上節目 所以從兩週前我就不再接通告 反而讓賴昆成的粉絲們 擔心我是噤聲不敢言的 他不是不敢言 他是覺得說要把韓國瑜留下來 沒沒差 這樣 那我意思是說 他都說要告不贏 對 其實 那這個你說不是黑泥嗎 對 其實 不是往馬過來嗎 其實你看韓國瑜他這個人 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當然就講說 他本來說要告回來都沒告 那第二個我覺得他 有些事情他還滿在意的 我再舉個例子 他昨天去哪裡 他昨天去泳聯寺 泳聯寺他還去謝謝陳鴻昌 他表示什麼 我來踢館 你陳鴻昌你那天說我 什麼整天喝酒 什麼抱女人 我今天就來你這間踢館 他昨天還去哪裡 他還去了板橋慈惠宮 郭台銘的發言 我跟你講板橋這麼多三重 這麼多宮廟 你哪一個不去 你為什麼就敲這兩個 他就有針對性 你再看那天上禮拜五 他那個松田康博教授 東京大學 他說我遲到25分了 我跟大家講 我等他們 我等他們等25分 他的意思是什麼 對方遲到了 對對方遲到 因為8月22號他去接待 那個日本自民黨青年局 他遲到25分 他也是什麼 我還了 我還給日本人了 上次我欠他25分 我這次還了 還了還不行嗎 打消了 這他的觀念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還會有一些東西 我不曉得他是什麼邏輯 他一個人生觀 他有些人他覺得 我在哪邊輸了 我要討回來 我要討回這個 不管是對我的批評也好 或者是對我的質也好 我要討一個說法回來 所以我覺得這種報復的 某種是報復 所以你看他昨天 為什麼發言那麼激烈 因為他覺得 他被人家陷害了 他今天要討回來 但是我覺得他用這種方式講 當然沒有錯 韓粉真的很聽得 我也不需要講 國民黨有幾個人 能夠像韓國瑜 這樣講起話來 我鑿槍有力 而且帶動全場 而且的確是氣氛感覺很熱 可是我覺得馬英九 今天會生氣的原因有兩個 一個就是當然他 昨天講話被虛 被韓粉虛 第二個 我不認為馬英九 可以接受韓國瑜 昨天這種說法 就是什麼什麼 這個我認為知識來也好 或者是像馬英九這些人來講 所以為什麼馬英九說 我不幫你站台 他除了不幫你站台 但是因為我被虛之外 我不被尊重之外 你這種level 我幫你站台 我不能幫你背書 你這種追準 對 所以我覺得這才是韓國瑜 現在為什麼藍營很多人 真的我很多朋友是藍營的 真的對韓國瑜 真的是 本來是最討厭蔡英文 那覺得韓國瑜明顯可以接受 他們現在討厭韓國瑜 跟討厭蔡英文 已經差不多了 甚至更討厭的是韓國瑜 所以我覺得這才是韓正營要去擔心的地方 是 鄭大哥我要幫這個 請說 昨天其實這個一定要幫移民朋友講一下 我昨天在聽直播的時候 聽到的咖啡寶寶這個詞 可能很多人忽略了 他講的是這個移工朋友 在台灣生下來的小孩 可能沒辦法抱戶口 什麼什麼 他用咖啡寶寶 那時候我還以為我聽錯了 結果我就想說 真的有這個名詞嗎 還是我聽錯 結果去查 果然韓市長他在六月份的時候 他就講 就是用這樣子來形容我們的這個移工朋友 在台灣所生下來的小孩 用膚色形容 用膚色 其實就像我們就像我們有 我們不會直接講黑人 我們可能就講非裔的朋友 我們不可能說 在美國叫非洲裔 對 我們也不可能說印第安人是什麼樣 用他的顏色來稱呼他 那我今天起出來 其實沒有要指責那個韓市長 因為我也很害怕他當總統之後 他真的就直接講咖啡寶寶了 我必須要嚴正的說 不能夠用這樣K標籤的方式 去講一個族群 這個是 這個不是政治上的一個反駁 剛剛大家也講那些髒話 當然女生不適合講 不過我要講的是說 我不覺得 我認為他不只是個髒話 他不只是個髒話 因為今天會講一些髒話的 對不起不是髒話 就是他就是對一些 郡村老先生來講 他是個口頭禪 甚至他也講到我們台語的 那個也是我隔壁八公 經常這樣講的 他今天講 他也預期到我們這些 一定會反擊他 那他就是等於是在 你看 等於是跟這些郡村伯伯 跟這些隔壁八公說 只有我站在你們這邊 我懂你們的語言 我會說你們的語言 可問題是我們今天期待 總統候選人 其實我也在我臉書上說 總統候選的預兆 是可以在各公務機關 各學校 各駐外單位的 你能夠想像有一天 這個預兆在這邊 然後我們耳邊想起 是他那些國罵 我怎麼跟外賓朋友 介紹這是我的總統 不過你外省背背不一定 因為黃創下 今天馬上寫臉書 他說時代在變 觀念也在變 這些獎金國公 小時候只要說髒話 涉及爺爺奶奶奶 爸爸媽媽的 建村長輩甚至大哥哥大姐姐都可以抓起來直接打耳光 現在這種人選總統 PS我沒有拿任何人的錢來黑任何人 只是感嘆小時候的教養沒用了 就是他是外省人 對 洪英哥我補充 不是說外省人就會罵他X的 譬如說胡適有寫 他跟他父親的對話是娘什麼娘 老子都不老子的 也是稱爸爸稱媽媽 馬上被懲罰一頓 不是說你是外省人 所以你是庶民就可以去講這些粗話 坦白說 對於很多外省人來說 也是不能接受 即便在外省人的眼裡 不代表你小時候會講這些話是因為沒人教 可是你長大了要選總統 真的不能講這些話 那他就後面用了什麼包裝 他說這個庶民來包裝 這是庶民語言 他說庶民不是在語言 是在心態跟行為 對不對 我們十年前有部電影很有名叫海角七號 裡面有個人物叫茂伯 但裡面也是一直都罵髒話 然後講一些有的沒的的話 當時是很受歡迎 可是後來大家就開始檢討了 我們台灣人是不是一定要講台語 講粗話才等於台灣文化 對 這件事情大家有很深刻的檢討 後來發現不是 所以我們要表示庶民或表示台灣文化 其實不見得要用這種 我們講粗話或次文化來表示 其實不用是心態跟作文 了解 其實今天洪秀柱講了一段話也很有趣 洪秀柱說 說老實說我實在不太喜歡韓國瑜 有人說韓國瑜是女版洪秀柱 他是男版韓國瑜 他笑死人了男女有別我們怎麼會笑 叫我怎麼喜歡 他後來他想想兩人還真有一點像 就是中黨愛國滿腔熱忱一樣直壞講真話 他說 洪秀柱說韓國瑜講一些自以為幽默的話 搞得大家神經錯亂傷腦筋 顯然連洪秀柱是 連洪秀柱看不下去 洪秀柱說政治上好了挺你 但是我對你的為人 是不贊成 我覺得有些現象雖然社會是真的是存在 比如說罵髒話又口頭產這件事情 不過這個事非還是一個標準 它雖然存在 但是我們不會把這件事情 當成是一件是對的是好的 或者說我們要交代 教導小孩子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用這樣有性別 其實還在到處 不禮貌會損別人的這樣的尊嚴的話語 當成是演講的一個連接詞也好 或者發語詞 我覺得真的是不要再去為這件事情 印貼上庶民的標籤 好像這個就要 我覺得不要污名化庶民 庶民就是普羅大眾 百分之九十幾人都是叫做庶民 庶民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價值觀 但是不會表現在說髒話 不一定要表現在說髒話這件事情上 如果說這樣說髒話 就表示庶民叫直白要值得說 這個是很直率的事情的話 那大家接受一個事實 那從現在開始 如果一個國小的老師 去要求他的學生說 你今天怎麼沒有寫作業 他也可以有叉叉的 那也對啊 那小朋友也說 庶民語言 我這叫庶民語言 因為我在電視上看到的 那個人要選總統 然後大家認為說 這個很直白 很直爽 所以我也覺得學生這樣 所以他講了一句話就是說 雖然他社會上是存在的現象 但是不代表他是真的 他真的是存在 川普講髒話 川普講髒話是錯的 是啊 那他就沒有錯 所以我說 這跟不思議不是等號 另外一直講說 我說這個大部分都是 別人都是 韓國瑜人家黑他都是 全部都自爆的 好 那我想 我覺得是我們討論的重點 不在討論那個PTT裡面 有人講說跳樓這件事情 那當然不對啊 那有講這件事情 我都贊成 趕快警察機關要把他抓起來 我們討論的是追蹤器的問題 追蹤器國家機器的問題 我們討論的是這一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不是韓國瑜自己講的 他應該去講清楚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說他去跳樓 這個事情我們不同意 要把它抓出來 可是他講國家機器介入的 這一個 瘋狂跟記憶 這是他自己講的 這個多嚴重的事 是啊 所以我剛才說 並不代表他沒有自爆的部分 可是的確也有很多是黑他的 我覺得這樣不是很麻煩的 想要黑他的 就會只要看到那一些 不會 實在不會 如果你只看到部分的 選擇性的 這個不會去討論說 說他跳樓是對還是不對 當然不對 我們從頭到尾都不討論這一句 我們討論的就是 是國家機器追蹤器的問題 他連學歷那個事我都沒有 我們討論的就是 鳳凰跟記憶的問題 這個節目沒有談 並不是其他的沒有談 我們現在回到 我們回到這個節目裡面談 我們從頭到尾都談到 我們甚至連他吸毒這一 不是 他沒有吸毒 我先說明一下 他說他吸毒這件事情 我們都沒有說 沒有人說他吸毒 沒有人說 沒有人說他吸毒 我問你什麼人說他吸毒 都沒有人說過 所以他特別都會說 他媽媽也沒話在說 我只公開聽韓國 他是不是有耳聞 是不是哪些人 準備要拿這個來攻擊他 這我不曉得 的確今天還沒有看到 那未來會不會有 我覺得可以 未來會不會有 不曉得 先預告吧 也許啊 也許啊 所以我們就 當然這個是不對的 我會說都不贊成 可是我是說 我們必須要 比較合理客觀的 去評價 你說我沒有合理客觀嗎 不是 我是說要黑韓的 對啊 要黑韓的 好 這是松田康伯 他重開臉書 因為他臉書 因為太多韓粉 太多人去討論 所以他後來把臉書關掉 他現在重開了 他接受了韓市府的道歉 那不過 今天我看到瓊華 說花媽接待日濱的照片 前朝官員感慨 文明崩跌 這是你寫的嗎 這個是我在 臉書上有發表這一篇 對 那這個是一個 什麼樣的照片 這個是我們日本交友協會的 高雄事務所的所長 上一任 他剛上任的時候 來拜會這個陳市長 實際上也不是這個場合 因為其實我們每次的迎賓 其實我一定要這樣講 其實不是陳菊在迎賓 是高雄市長在迎賓 對我們來講 這個是為高雄交朋友 為高雄留下一份友誼 而且這友誼不是 你好我好 是為了以後 你有任何的經濟發展的案子 你要招商 你有學校交流 你一定要先想到 我高雄不要只有台北 不要只有台中 還有我高雄這樣子 所以我們每次都是 市長一定都是到門口來送課 這樣子 那這個也是 我們其實是對比 因為對我們來講 之前坦白講 對我來講 就是我的工作 對我來講 就是最例行的 最基本的 我不曉得為什麼 到了這一任 會發生這麼大的風波 我們來開玩笑 說我們以前做這麼多 沒人知道 這是因為出處 才知道說 原來我們以前 以前在陳菊時候的規格 是這樣的 這是最最基本的規格 其實我必須說 那我有一段 我們是在補特記的 就好像一副 這些外賓是來敬見我韓國瑜 是來看我柯文哲 可是實際上不是人家來見你 是因為你是高雄市長 是因為你是台北市長 我要跟你談案子 瓊老師在臉書他這樣寫 他貼出花媽跟來訪日片的照片 強調文明與品質曾經以為 已經是城市堅不可摧的根基 不到一年卻快速的崩跌 然後韓國瑜他接見這個松田康伯 之後自豪的說他沒有遲到 反而是等了日本人25分鐘 第一時間還忘了戴名片 他現在很瘋的你知道嗎 沒有戴名片實在是真沒禮貌 對不對 而且高雄市政府不是他一個人 剛剛像我講過 旁邊也是有水人 高雄市政府有一個叫國際處的單位 國際處就是負責外賓的拜訪 或者說市長可能有時候要出國去訪問 那你市長除了有國際處的單位之外 他還有他的辦公室有秘書 照例說這種場合秘書一定會隨身幫市長帶著名片 有的心情帶整個仔 你不可能還有市長放一仔放在那裡 那一定是接見外賓的時候 外賓給你名片 那你旁邊就秘書趕快名片就遞上去 幹嘛去名片 RM 郭玉晃 董秋朗 他以為他是川普全世界都認識他 郭玉晃 不是晃 是漢 然後琼華說同一個空間同樣是日賓來訪 同樣代表高雄的市長 日本駐高雄代表新任到訪 雙手奉上名片 送客送到門口互相致敬 來訪之事生日 端出大壽陶宗還有小壽陶 為陶太郎之事慶聲 所以琼華感慨 那曾經是個充滿對話 愉悅友誼 談合作的國際舞台 現在就是不停的尷尬 出事再出事 他說 照理說要呈現主人家的品質 文明與品質 曾經以為是城市堅不可吹的根基 不到一年快速崩跌 貴賓失蹤的思緒 謊言粗暴 放大來就是這個城市正在上演的場景 其實我告訴你我也有稍有感到 你看上面那個什麼 自民黨的議員90個 青年局的議員 對 青年局的 那個是何等重要 那是未來日本政界最重要的明日之星 明日之星 你這樣對待跟遲到 叫人在那邊說 而且同樣的稿子還要聽兩遍 對 然後現在還沒有這齣子 是發生什麼事 你覺得他發生什麼事 他是不斷 還是太多 是心態上面的 他覺得這些人是在見他喊國語的 所以只是來跟他合 就是這些人是在求見 是在見他的 可是就我們來講 你是以市長的身分 這個城市的主人身分來招待自己 來接待這些人 來接待這些人 你是要為這個城市建立下合作的基礎 所以其實那個位階 如果說你是覺得你是城市的主人 你不會去跟他 你不會像我今天坐計程車的時候 因為那是我們高雄的主要說 哪有人做事 就跟我們家教說 是等他幾分錢 我們做主人 我們就應該在家裡 對啊 但是這不用講到國際理 這是做主人的 如果你做主人 你就不會跟他比說 我等你多久 這樣 這個是不一樣的心態 我覺得韓國瑜 很多人說他得不配位 我覺得從這次 松田教授來的這個過程 的確讓我覺得 他這個人格是有一點問題 就是說剛剛講過 就是說你本來跟人家是約在 他是禮拜五見面 禮拜四都還double check 日本人就很手實的 結果你11點多才跟人家講說 抱歉 我們改成四圍 改成四圍 那你是不是讓人家第一個 措手不及 一定手忙腳亂 他不是只有一個人 他是一個團 他要臨時去找計程車 你是不是給人家 謝您押餘不易嗎 然後你才說 這個我等著你們25分鐘 這個東西我覺得很糟糕 你為什麼臨時給人家找麻煩 因為日本人是很強調SOP 我們都想好 本來這個時間都掌握好好的 就臨時來搞這一招 這個不是在背後搞人家嗎 第二個我在想啦 據說因為韓國前一個行程 他之前前一個行程 事實上是距離這個四圍是比較近的 距離鳳山比較遠 那我可以大膽懷疑啊 那乾脆我改成四圍 那些變成本來會遲到了變成不遲到了 對 本來不會遲到變成遲到了 那你這不是搞到 那也沒有關係你就跟人家道歉 道歉就好了 你這樣變成 他就出現日本人原來也會遲到 不是只有我韓國瑜會遲到 第三個他說 我們就不要再計較了 一副狂大量 意思說我是以德抱怨 對方遲到 我沒有任何的 不但沒有歸咎 而且我還體諒 請以後各位 如果我韓國瑜遲到 你們也同樣用同樣標準來對我以德抱怨 這是什麼心態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個不僅是代客知道有問題 不夠誠信欺騙人家 最後被人家戳破還言 然後韓國瑜說我這開個玩笑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馬英九昨天在新北市韓國瑜的肇事場 致辭的時候被打斷了 然後韓國瑜今天致謝 但是沒有致歉 當這個柯文哲看到韓國瑜 說馬英九被虛耐目 柯文哲目瞪口呆 如果發生在我們這邊 一定要寫檢討報告 那這個馬英九被很糗地被轟下台這個事情 來我們來看VCR 這個非常的重要 我們一起為國民黨加油來 國民黨加油 國民黨加油 馬英九話才講到一半 被主持人打斷還是跟著韓洞算 在我上任之前 感謝馬總統的提點 相信韓總統上台以後 一定會貫徹馬總統的意志 韓粉狂虛 無敦義還一臉疑惑指責台下 原來這時韓國瑜正在大進場 謝謝馬總統 還可以講嗎 還可以講嗎 抱歉不行 馬英九只好放下麥克風 擠出尷尬又不失禮貌的笑容 難堪的場面當然是脫稿演出 大概等了一個小時左右 那韓市長他可能另外有一些行程還沒有到 表定7點15分 無敦義致辭 20分換馬英九 這時韓國瑜進場一起站在台上 但當天晚上 無敦義7點5分到場 馬英九7點10分 卻不見韓國瑜人影 在這漫長的一個小時 周錫瑋 頂乾隆上台撐場 原本排在馬英九之後的 李四川 張善政 洪秀柱 通通來救援 等到8點20分 無敦義只好上台致辭 馬英九也直接開獎 韓國瑜偏偏這時大進場 被打斷甚至被請下台 本來就是對演講者的一種羞辱 更尷尬的是馬英九辦公室發聲明 不知何故上台致辭被延後一小時 對於韓市長到場時 台下部分群眾鼓噪 以致提前結束講話 表示十分遺憾 但韓國瑜進辦卻發聲明 說是因為活動流程大幅延後 韓國瑜也在場外等候 並無遲到 不過韓國瑜事後 又打電話給馬英九 打了兩通都沒接 馬英九隔天中午回電 表示諒解 幫忙站台卻裡外不是人 恐怕是誰都難以接受 好 那這個比較詳細的情況是這樣 原定昨天晚上是 吳敦義主席先致辭 同時間韓國瑜由後台進場 到了7點20前總統馬英九致辭 然後新北立委候選人的介紹 7點50分韓國瑜致辭 然後聯繫的窗口是潘恒旭 那實際的狀況是這樣 7點05分吳敦義到場 7點10分馬英九到場 晚上8點15韓國瑜因為不明原因 辭未現身 主持人就請吳敦義先致辭 等了超過一小時 8點25分就由馬英九致辭 可是這個時候8點30分 也就是說馬英九支持5分鐘韓國瑜就開始大進場了 大家不是韓總統什麼 凍蒜之類的 不到6分鐘就被打斷了 那被打斷誰呢 除了現場虛聲之外 這個主持人 唐慧玲說感謝馬總統 意思是說你負責了 然後主持人許思瓦也說謝謝 結果馬英九說我還沒講完 OK 那馬英九以前的愛將 台北市演羅志強 說你既然請人家來就應該以理相待啊 這是最起碼的人情道理 希望韓國瑜可以好好的處理這件事 還馬英九一個公道 那徐曉信是說 不該在演講結束前打斷 對演講者是一種羞辱 不要把前總統的風度 或任何人的團結當成理所當然 國民黨炒協聯盟的發起人李正浩 說根本就是韓國瑜會見日本學者的翻版 藍眼大團結還有在等 你為什麼這樣說 其實這樣洪宜哥 我覺得這件事要重新還原 才知道這件事情有多荒謬 這個是一開始他們規劃的版本 那大家可以看到韓國瑜是在幾點致辭 韓國瑜是在7點55致辭 他沒有差別嘛 他候選人什麼時候致辭是他家的事 可是他一開始把馬英九跟吳敦義排在什麼時候 馬英九在6點35致辭 吳敦義在6點43致辭 這個就是來暖場的啦 暖場的嘉賓 一個是最高重任統治前總統 一個是現任黨主席 他們那時候馬辦跟吳敦義辦公室看到就覺得奇怪 這應該是一些什麼市議員啊 立委啊 民主來暖場嘛 怎麼可以讓總統來暖場 所以他們當場就反映了嘛 說不對 馬總統跟吳敦義主席是來推薦你韓國瑜這個人的 你來的時候我講可以 你要站在旁邊 我們一起三個同台我來推薦你嘛 推介會嘛 推薦加介紹嘛 所以他們後來就重新協商一個版本 是時間點是怎麼版本呢 時間點是這一個 大家看 7點15分是黨主席吳敦義致辭 後來協商最終版本 9月8號最終版本 7點15的時候吳敦義致辭 7點20到25是馬英九致辭 此時候選人與台上馬總統同台 換句話說在後來的協商版本的時候 7點20分最遲韓國瑜就要到現場了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也是他們就 然後三個人在上面 對一起推薦韓國瑜嘛 這樣才正確 下一個狀況是他們也擔心了 可是如果你韓國瑜7點20才來的時候 馬英九可能在演講啊 你演講的時候可能會造成騷動 那你要怎麼樣避免這件事情 從後台上來 韓辦也對 韓辦也說我們從後台上就要 什麼叫從後台上 這邊是整個舞台 他可以開車從後面這樣進來 群眾在前面 群眾在這邊 他就可以避免騷動 韓國瑜辦公室說好沒有問題 我們就後台進後台出 所以至此其實馬辦在跟韓國瑜競選辦公室 在溝通說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7點20分開場 第二個7點20分開場的時候 馬總統 吳敦義跟韓國瑜都要到現場 第三個重點是什麼 韓國瑜來的時候後場進後場出 韓國瑜引起騷動 避免騷動 這三個都是在事前他們對話都有記錄 而且有簡訊往來的 結果現場完全傻眼 馬總統跟吳敦義現在是有總統領域的 所以是有國安在旁邊配合的 所以他們所有時間都算準準準 吳敦義7點05分到 馬英九7點10分到 就是為了等一下的上台演講做準備 那他們就在後台的帳篷等 結果沒想到一等 等了一個多小時 韓國瑜還沒來 那特警就一直問說 什麼時候可以上場 什麼時候可以上場 主辦長會不知道 不知道韓國瑜消失到哪裡去了 因為他上個行程 四點多拜廟就結束了 他沒有其他行程 但不知道他跑去哪裡 結果跟你說去找重要的人士來討論也不對 因為那天全新人士最重要的人都在這邊 所以也不可能去有會談什麼 總而言之韓國瑜就消失了 但他消失有他可能有私人的理由 我們尊重 可是到8點10分的時候實在等不住了嘛 主持人就硬的頭皮 請吳敦義上去先致詞一段 那個叫什麼叫電檔 你幫韓國瑜拖時間啦 通常這種時候安排唱歌啊 唱歌跳啦啦隊也行 叫主席變黨啊 真的不知道要講多久 果然是洋洋大黨 吳敦義就硬的頭皮就講嘛 硬的頭皮 真的硬的頭皮 因為不知道要講多久韓國瑜來嘛 這種演講很恐怖 他就講 一的頭皮講完後 沒辦法吳敦義講不了那麼久嘛 那就交給馬英九 馬英九最會講話講很長啊 那馬英九 這是我擅長的嘛 我就來講 那坦白說 原本馬英九就講5到10分鐘啦 可是問題是因為沒有跟馬英九要講多久嘛 馬英九就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也沒有講多久 就6、7分鐘 韓國瑜就忽然現身了 說好的從後台進後台出也沒有 他就直接從旁邊這種 這邊人潮比較多就直接 大進場 大進場走進來 這個大家這個觸泳啊 觸泳 那就尷尬 然後大家就開始觸泳 韓總統好 這也是沒有問題的 坦白說 那些都是挺韓的啦 看到韓國瑜這種行為 本來就會很激動 可是問題是 第一個要檢討的是 當場主持人為什麼沒有語言一下 他是不是可以語言一下 說請大家稍微入照 我們讓馬總統把話講完了 我們再請韓市長上場 這是主持人的工作 這很簡單就可以做到的 對 沒錯 第二個 說好從後面進後面出的 為什麼要變大進場從前面出 原本大家都有講好這件事 為什麼要變這樣出 韓辦的意思是說啦 因為塞車啦 所以不知道怎麼錄 錯了 因為後面這邊就有一條路 是可以直接進來 說不會遇到任何人的 你看這邊 這邊有個叫做什麼 SNG車棚 從那邊進就好了 對 這邊擺就是 你所有SNG車都是從這條路過來的 就不會遇到人群啦 你真的沒有必要從這邊走 所以當然啦 那當然馬總統當然很錯愕啦 那講到一半就比那種 頒獎給你還講啦 很失禮啦 就是直接把麥克風消音嘛 然後說 把麥克風消音 對 說我還要講嘛 好 那馬總統就下去了 那其實馬總統有風度嘛 說好 我下去了 那我就讓韓國瑜上來致止嘛 畢竟他才是主角 對 不對 當場 主持人是請一組 新北社的啦啦隊上來跳舞 哈哈哈哈 沒有必要嘛 就是 主角都來了 不是 如果真的是要急著讓韓國瑜上來 因為你跳舞就不需要 因為你可以讓馬總統講 對 我們就講個三分鐘結束 大家皆大歡喜就好啦 結果最後馬總統還是很有禮貌 在後台遇到韓國瑜 握手寒暄討論事情 最後再一起上台 拉著韓國瑜說 那你覺得韓國瑜為什麼要這樣 有人說他是故意 有人說什麼的 但坦白說 我跟那個日本的 那個來訪的學者是一模一樣的 有人猜韓國瑜是故意去設計日本人的 但我不管結果是什麼 結果就是失禮嘛 結果就是一個原本的加分的 是變成扣分 結果就是這樣嘛 你不管是幕僚的殊師 還是你刻意做這件事 結果就是扣分 不缺馬英九一票啦 馬英九是知識籃跟本部籃 韓國瑜現在最缺就是這個票啊 不缺啦 他才一票 他現在輸在英文輸7%而已 7%就是這一群啊 沒有 這個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馬英九這邊的回應 好不好 來 我們先休息 請問一下 加油 加油 台上这一千 马英九握着韩国瑜的手 从表情看得出 内心错综复杂 因为前一刻 还在支持了马英九 因为韩国瑜抵达肇事现场 马英九立刻被韩粉驱下台 让他心底相当不是职位 故意韩国瑜必须保持 比较有包容的心理 不要再把相关的同仁 或相关的这些 支持韩国瑜的力量往外推 听马力为忧心忡忡 因为马英九挺的是我们党提名人 但是当初马前总统主义的 却不是韩国瑜 郭台铭先生决心要参加总统选举 是他个人的意愿 是他个人的决心 郭台铭跟马英九的好交情 马英九基金会成立 靠的就是郭台铭捐款 因为马英九积极劝劲 让郭董踏上政治路 参加党内初选 圆桌论坛 还跟郭董握手握在握 两人好交情 不言可律 即便最后郭台铭落败了 仍不放弃 传出13号发表退党声明 选定了 让马英九在郭韩之间陷入两难 这次被韩粉驱下台 却让马英九感受到 这方面的看法 我相信韩市长 或者韩正英 应该都会重视 这点我们都予以尊重 马韩对韩正英予以尊重 却藏不住马韩之间 两方关系 无间取变 韩粉的不礼貌 你把马英九往外推 更可能推向郭台铭 不会破坏 马总统对于韩国威的支持 而且未来 也相信马总统 还是会继续用行动 来证明他对韩国威的支持 郭董事长要参选 已经非常的坚定 不过国民党的话 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 国民党清党声让四季 做好最坏的打算 而前一刻 郭台铭还是荣誉党员 马前总统林志勇 却演变成不排除 对郭台铭开闸 用党计辟党员团结的结果 恐怕只会让总党2020大选 无间走向分裂困境 我们来看一下 马总统对这个事情的回应 韩国威 因为我想这个事情 他制止的时候 被韩粉蛆下台 韩国威 有马上打电话给马英九 可是马英九没有接电话 为什么 你睡了 马英九没有这么说吧 没有 这是我家的 现在要讲庶民语 情境画面 马英九应该比较会讲前一句 然后呢 马办事后说 相当遗憾 对此韩国威 竞选办公室回应 昨天晚上 到场的党工人员比较多 以致流程稍有耽误 马总统办公室说 不知何故 马前总统上台致辞 被延后一小时 他不知何故 而对于群众鼓噪 而提前结束讲话 表示十分遗憾 本来是去睡了 没要接电话 现在又表示遗憾 然后呢 接下来 马英九办公室又回应 马英九已经在中午 回电给韩国瑜 坦言对昨晚情况感到错愕 但不会放在心上 韩国瑜呢 这个对昨晚造势的流程 疏失再三道歉 然后 徐晓星的言论 韩粉纷纷 非常不满纷纷到徐晓星的脸书留言 谩骂 韩粉社团发了文章 说马英九真的是白白 为什么呢 他说马英九你真的是白白 长话连篇 几乎是在炫耀自己曾经的政绩 他忽略了一点 真的忽略了现场的状况 大家已经累了一天了 就是期待韩国瑜的到来 可是他一直 马英九一直欲罢不能 最后大家都虚了起来 有些鼓噪 还好主持人反应得快 控制了可能尴尬的局面 然后我觉得 这么见过四面的人 怎么不懂的场面 怎么拿捏的 意思是说 这都不是你的厉害 你说得很久 大家是疼得要害 不快下去 但是这个意思吧 对不对 然后今天王金平说 我可以理解马英九背叙 他有经验 你要讲 对我保证 第一个 要先感谢马前总统 昨天力挺站台韩国瑜 然后他在现场 也表现了他的风度 然后还有他的支持 我觉得这个给予高度的肯定 那第二个就是说 大家就是说比较质疑的 就是说昨天那个现场 的确是有一些小出场 那今天刚才也有讲到 这个韩市长有致电给 这个马前总统 那马前总统他也有回应了 那就是说他刚才有讲了 就是说他虽然错愕 但他没有放在心上 那韩国瑜也对这件事情 就是流程安排上 有一些疏失 他有致意了 那我要讲的是说 第一个一定要讲清楚 刚才讲了就是说 原定几点要什么流程 那是对的 但是昨天在现场的时候 因为前面的这个讲话的人 拖时间拖很长 所以我们都参与过那种大会 我们知道现场的有时候 那个时间一定 不会说百分之百 按照原定的时程走 那所以说现场的确前面 因为时间有耽误了 所以后面马总统的支持时间 真的是有往后 可是呢 按照我得到的了解是 主持人 现场的人都有跟马前总统 有解释过 他们也理解也知道 会有这样的调动 对所以韩市长他并没有迟到 事实上他7点35分 他就在附近的那个 一个停车场吧 就在那边等待 我讲实在话 以我的了解 他不需要在外面等啊 等什么一小时 他到后台来 大家就知道 大家就知道他来了啊 没有 是啊 我就说他没有 他没有让大家知道 他已经 因为如果马总统在讲话 然后你又让大家知道 那下面也就会收到 你就从后台来 本来就规定是这样子啊 没错 我要讲的就是说 事实上就是这样安排 实情就是 就是如此 那所以说 我觉得有点误会了 就是如果他是大进场 打扰到马英九的谈话 那应该去谴责 可是 不是 实情不是这样 你想想看 如果是他大进场上 他就直接上台了 怎么最后变成 马英九 吴敦毅的还有韩国瑜 是从后台走到前台来 当然许淑华委员 因为他是昨天的主持人 他也觉得致歉 因为他疏忽 因为他说他没有站在 马前总统的旁边 他没有看到 马前总统还要继续讲话 那所以说他当时就 就有点打断 马总统的谈话了 恭请前总统 马英九赶快结束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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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说 这是得到一次 一次学习的机会 下一次安排这种流程 还要再更精准 你有感觉韩国瑜每天都会 对日本学者也会 对日本的议员团也会 对马英九也会 要做得更好 要做得更好 我觉得观察的重点是这样 如果刚刚用郑浩 他所出示的时间表 还有那个 我觉得其实在昨天 那个情形绝对是可以避免的 因为大家都讲好的 而且视线大家都演练好的 但是我觉得观察几个重点 就是说第一个 因为马前总统他毕竟是卸任总统 让他讲完话这件事情 我相信是个基本的礼节 但是一方面主办单位好像 就是这一方面是疏忽以外 大家观察一个重点 其实他在讲的时候 底下的群众 说实在也是 至少不是期待他把他讲完 反正希望他赶快结束 因为要赶快换韩国瑜上台 那我们站在第三者的立场 我也想就是说 那到底在 因为马前总统 我在讲他支持韩国瑜 绝对是没有问题 因为他就是 干嘛 我讲至少 我的重点来了 就是说 问题是韩粉连对马英九 这么纯正的国民党血统的人 他都缺乏一份耐心的时候 你如何期待这些人 能够去容纳出不同的声音 我们对支持 我觉得这个其实 我觉得这其实是要观察的重点 连马英九 马英九他都缺乏这样的耐心 那你何况做 社会上有那么多不同的声音 我难得跟柯文哲有共识 他说目瞪口呆 这四个字我也把他引用一下 难得帮马英九辨户 我是为谢任总统 我觉得这是基本礼节 我觉得正好讲 这个最好玩 一体组对新闻 你把它当成标题 联系的窗口是攀人 一体意思是说 有带友好像你给他冲 感觉不是很奇怪 就是 就是我听到连续窗口是拍很 他会出包也不怪 我有点意外 又不是很意外 好像自然就会变成这样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坦白说这些东西 当然你可以说什么 联系没有联系好什么 但是很怪是 马英九的办公室 是完全都了解状况了 几天几分到 几天几分到 从哪里进场 哪里不会被人群发现 哪里可以准时 不会被人群卡住 马英九的办公室完全状况内 可是韩国瑜办公室 完全没有在状况内 就我觉得这对比是很明显的 观众朋友想一个问题 国民党一个百年的政党 在台湾选举几十年 我不相信国民党 一个这么重视的一场造势活动 会连这些技术问题都处理成 这样粒粒粒粒 我不相信 我自己主持过这种造势活动 我也当过演讲的来宾 所以这个流程我非常的清楚 演讲当然不可能每一个讲者 都控制到你三分钟 你就三分钟 可是这就是主持人要做的事情 郑浩原本三分钟 结果他讲了五分钟 那后面换我 拜托前面正号多用了两分钟 停三十秒 然后下个再停三十秒 你讲短一点 对就各砍一点 这是最基本的 这些技术问题我不相信 他们不懂 所以我要讨论的是 那个心态 主办者的心态 跟现场群众的心态 你知道吗 马英九因为他是卸任总统 所以他有特勤领域 他晚了一个小时上台演讲 也就是说 他比原本预定的 离开那个现场的时间 至少会晚大概一个小时以上 你知道外面待命的警察要多等多久吗 这中间要多浪费多少警力吗 因为原本特勤结束之后 警察就结束 就结束勤务 就各自回归原来的岗位 因为卸任总统 卸任副总统在这边还没有离开 不知道原因延长了 那这些警察就得在那边多等 至少多等一个小时 好 主办的心态是什么 主办者我不晓得这个是韩国瑜的意思 还是其他他幕僚的意思 我觉得就是 你们都是来沾我韩国瑜的光 所以把你们吞打算 刚好而已 那我现在撩不起的 我给你上台算 我给你面子 那至于台下群众的心态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大概也清楚 因为马英九之前在初选的阶段 可能有很多媒体报导说 他跟郭台铭在那边眉来眼去的 所以他邀郭台铭 那底下群众大家也觉得说 你干嘛没事搞一个郭台铭出来 搞到我们韩总现在你看民调这么低 就是因为你郭台铭在搞分裂 那你马英九我就迁怒于你马英九 问题是我觉得刚刚赵豪委员讲得很好 昨天在场的都是蓝营自己人 都是国民党自己人 如果韩粉 你连国民党的自己人 你都要把他虚下台 去年虚王金平 算起定位期尊 如果你连自己人都要虚下台 你怎么去期待韩国瑜跟韩粉 能够去开拓更多的非蓝营的选票 或是说蓝营里面原本可能不那么喜欢 韩国瑜的人的选票 所以你光从这一点小事情就看出来 他的选票其实是有他的极限的 马英九跟王金平也只够有两票 不知道 马英九 马英九虽然我们过去常常批评他 但是我想他现在在台湾支持度 这种也还有五六趴吧 五六趴也没赚票 不不不 我不好意思我唱个话 韩国瑜今天说 事实上不止马总统等他一小时 我在现场也等了一小时 他是在干什么 你是主角 你是主角 主持总统候选到就上去 总统候选不用等的 他的造势他不可能需要等 所以你说他说谎吗 我觉得他讲怪怪的 没有他在等 我的了解是在他等待要进场的时间 他已经在附近了 我刚刚就讲了 他7点35分就已经在附近了 对所以他在等待进场时间 所以他没有在车上睡觉 那现场他是主角没有等这个冻死 现场的流程变动 他有跟马总统报告 对那我觉得唯一就是那一段 就是说许多话委员不晓得 你等一小时就在干干净 我等我也等一小时就在 他不是这样的讲话态度 没有啦那心态啦 不是那个桥段最重要是马跟韩合体嘛 马英九说我在等韩国瑜 韩国瑜说我在等马英九 没错啦两个人都在现场直接上去就好了 真的啦 马英九在后台坐着是大家都看到的嘛 那韩国瑜是说他在车上等嘛 那可能韩国瑜要把证据或怎麽样讲 讲什么证人嘛对不对 因为 这一样意思啦 马英九在后台等一个小时 所有记者跟所有的明代 都在后台都看到马英九跟吴多毅 两个人哭作一个小时嘛 那韩国瑜现在说不对啦 我早就到现场了 这时候我们应该看看他的那个 引擎盖拿起来看影片 热不热嘛 对 郑大哥我觉得他是团队有问题 他带领团队是有问题的 所有的自黑自暴 因为刚刚那个郑浩提到说 这个是一个翻版嘛 我必须要说其实不管是跟这个 日本的议员 九十位的议员 或者其他 其实都是行程的小细节 行程小细节就是周遭的小团队 这不是行程上面可以做协调的 所以他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发生 不只是在选举场上发生 市政府也发生 那我们就问说 如果你连旁边的这种行程 因为像他这个 李拜五的行程的状况是这样 他10点半到社会局的一个行程 那是一个公开的典礼 11点20就要回到市政府 也就是说他在社会局行程 只有半小时 他没想到如果是我老板 他一定是回去骂的 我半小时这个行程有什么效果 对 所以老是行程上出问题 然后这个沟通上出问题 那一直都是自暴自黑 那如果说你一个市府团队 一个旁边的一个小 我们政治圈叫做候选的事务群 都搞不定一个场子的话 那请问你何以率领市政府 何以带领一个博调 所以不要叫后面这些人敢不听 知识